《逆想坍塌》是一款策略战棋类游戏 也是少女前线开发团队云母组 与同人社团时期制作的独立游戏 《面包房少女》的重制版 新作不仅大幅改良了美术效果 同时也将登陆主机和移动平台 在本次的CJ展会上 《逆想坍塌》首次对外公开了游戏的试玩版本 作为一款讲究策略的战棋游戏 我们需要观察各个关卡的地形与敌人配置 指挥角色们在战场上行进 并与敌人展开交战 最终达成每一次的行动目标 不同于大部分战棋游戏将移动与攻击划分为两个阶段 《逆想坍塌》中单位的所有行动 都是需要消耗行动点数的 你甚至可以不移动并且多次开火 行动点会在每个回合开始时重置 我们需要合理地分配这些点数 是进行长距离的移动来脱离战线 还是多次开火来压制敌人 由于装备的武器不同 各个角色不仅在威力 连射性能 最远射程上都有所区别 同时也会有着各自的最佳射程 攻击最佳射程之外的目标会严重降低武器的性能 所以请不要指望拿一把狙击步枪来贴身肉搏了 在完成第一个关卡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角色进行养成了 除了可以提升每个角色的天赋属性 以及席德的技能之外 也可以对武器进行改造来强化各个参数 以面对接下来更为险峻的战斗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跳到战场 看看时机试玩效果怎么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ir之后不吝点赞 订阅 셔서 感谢您的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他们要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他们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Angry 就再次文明镜与点栏目 你 comuncain 각 计刊 二目